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龙你好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球 给我口令 预备 3 2 1 开始 方龙获得开球选择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 观看景点 乔势碑 2017 中世八球国际大事赛浙江杭州站 第一阶段 352 近 176 双败淘汰 13-28组第五场比赛的现场直播 我是苏新元 阿苏 大家好 我是张庆永 张指导 中午好 中午好 阿苏 对阵的双方是屏幕左侧来自湖南的常乐 对阵屏幕右侧来自山东的房龙 两位选手 常乐来自湖南 今年22岁 是个人第一次生涯参加乔势碑的比赛 属于在湖南当地是一个半职业的台球的选手 房龙呢 是个人生涯第三次参加乔势比赛 来自山东 1990年出生 比赛采用13局7胜8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 全程包括8号球在内 所有此球均无需爆弹 夹关键 夹关键 快选手 快选手 夹关键 赛采用3和4号球 应该都没有什么单打 而且15号在屏幕左下方应该2号也是被挡 这缸想进攻的话 其实也没什么好打的 要去传一干吗 组合球 还传了一干 很楼机会了,右边中带15 角度还算是可以 并且白虫弹过起来了 允许下低竿向上 叫一个比较好的花车味道 将白球调到球台中间偏右的位置 那么9、11、14都可以前进 这个局面,花色球的局面更开放一些 一个中继杆,把力横跟过来 调到13 推干白胶上裤 继续啊,再打11下来过度 黑八最后是有可能总得要选择借力的 当然画面上来看,这个球如果最后借力的话 也是先吃左边带脚 然后再起来勾红三 黑八这样打会更好一些 好球 看角度,是不是继续还是打进的弹上去 12号就同一个地带 高竿推 许标下反赛 角度还是从这画面上看 有一点点偏大像 屏幕的左边走 黄龙这边也是在观察 要不然就走两库 力量非常大 没打劲 刷了之后就是想让白球跑出来 也是因为这个姿势有一些够 别扭 在发大力的时候动作有一些变形 常乐的机会 上面还有两颗五漆 可以 推两空或者直接登一空起来都可以 好像叫七号地带 这个按钮打期如果有保的话 可以尝试的去交易 不然的话就是中间一号球留个向下角度 再推下来交易 这就是提前做考虑 把这个满挡的球 都是要提前尽量去处理掉 这就是提前做考虑 确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刚才那根球太直了 这根球只能推二了 底在右上角 考验这一根出干的质量 考验这一根出干的质量 好球啊 推的相当准 这根球肯定是想左菜高竿 再过来叫八同类了 但是明显力量达有点轻 有点虚 没出效果 有些干法一定要配合适当的力量 才能出来这个排除效果 对的 包了 好球 相当好 这一根 很干打 下一根 黄龙也是率先拿下一分 第一局黄龙瘦一分一比零 感谢北京景点华语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乔市中式八球台球桌 企鹅直播平台 野豹台球杆威力台球杆 英国市创6811台尼 比利时亚乐美台球 优泽台球击费系统 爱跑光影桌球等合作品牌 对赛事的大力支持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台球圈有料 或者登陆中式八球网 查询相关的赛事信息 第二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第一盘展示来看断 双方的球员目前表现都还是可以 长乐仅仅就是因为踢一台 我觉得有点不太适应 手有点紧 当然他的个别的发力跟干法还是可以的 防龙这边反过来表现就是一个很敢打很敢拼的一位球员 准度也是相当高 确实长乐是第一次参加乔石碑的比赛 就被安排在主题围台 而防龙已经有前两次的三赛经验 分别是山东离仪跟连云港战 这位球员今天已经打了两战了 对 那这个心态人肯定是有变化的 不会感觉到陌生 是 是不是有点多啊 这感觉 组合还能看得到吗 应该可以打 13乘15 10号也刚好 打按时看角度 留13向上的话 最好是直接用13叫11了 然后再用11号去调左边两个球 这个位置角度合适 直接踪地竿向上就行了 不需要上扣 不需要直扣 稍稍有一点点多 这感觉较直和较一点向左 最好 还是先打11 就是因为角度没较合适 可能有点够害了 发了一灯 打刨 这双球就是较直了的话 直接滴干一点 打起来很轻松的 有机会勾啊 对 黑八 稍稍再开一下 嗯 没带到11号会挡住吗 只能拼四了 好球 从他刚才白球贴裤 出竿的这个指向 你整个身体动作 这竿质量非常好 对 很稳定的动作 太重了 还在走 还好 直接推两口 最重要就是挂赛打就行了 不需要用地盘 要一般准重 这个位置其实对于房工的身高来讲 没有什么问题 对于自己有信心啊 所以说没有用很轻的力量打 还是发力打进 稍稍逛了一下带脚 打这双球有些球员是喜欢这样 他觉得自己准 他就把力量上不会太收 还是个人习惯不同 正常一些比较沉稳的球员 打到这种角度 肯定是轻推 不进我要停带口 白球往上跑 给你留一个相当难的位置 我进来的话就进了 不进的话停带口 给你施加一定的心理压力 后面只要出一点漏洞 我可以把带口打工 选择扎干 再往回推一点 第二局 长乐社 比分1比1 长乐社 比分1比1 第三局 帮我们开锁 帮我们开锁 一个中长台的传统 两位球员打球都是很刚的 喜欢发力 很典型的小豆干那些发力方式 很常见 有的时候比赛里就像这种情况 双方都在去拼气势 一样压着对手挡 每一方不能弱下来 一旦弱下来 感觉自己后面打起来就可以缩缩缩脚 对方一感觉到你这个信号 他肯定是穷追猛挡 顶住 底带准备干 这种球员这么较为呢 肯定是准度相当有信心才会这样的 向下嘛 如果向下可以发力推弹一扣起来 就要尽快处理 这干灯两库的话就首先B开始 其次左边在口附近的13号 干法还不能特别低 跑出来 好球啊 它滴干一点就行了 看角度是不是有一点大 再推一扣或者蹬一扣 打得也很快 防龙是2比1 领先长乐 好球啊 这是一扣 没人 这是一扣 嗯 好球啊 还需要不及 你可有许多选择 但冠军只有一个 野豹球杆 专注黑巴 赢家选择 稍稍有一点点够 打进滴杆拉回来 看看下方13可以先进 这里边这14号 在交位上还是需要仔细一点的 刚好14附近是3号跟6号 在走位城 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阻碍 先打了 这是对的 右边两颗 左边一颗 下来最后12交黑巴 就刺激什么问题 身材高 往前一趴就行了 交一点角度出来 交直呢 就直接定仰回拉 交角度大呢 就推过弹起来 从黄仪的下方一弹 12号左下方一弹 说到这个身高啊 张志长 这个能不能向您请教一下 咱们中式巴球 或者斯诺克 这些台球运动 男子选手 身高在什么这个位置 是比较合适 比较合适啊 175 180之间 183以内吧 181以内就行了 不用太高 太高有时候 弓的身体其实打起来 他有个别人 胯部是站不开 就容易出问题 咱们在前面 TV台看到很多球员 1米8大个的时候 两脚脚尖 玉特别窄 这个对于他来说 是没优势的 但如果胯部站开的话 还好一点 太高了的话 他容易就是 后背螺锅 知道吧 就趴不下去 对吧 也不说完全趴不下去 正常如果腿站位 站好了 身体舒展 身体柔人性不足够好 他是可以去做到的 但是有些人好像后背腰啊 等等 长大成人了之后 有点韧性不足 明白 他就难免一趴去 他后背不是平的 好多学生呢 后背不是平的 他是弓起来的 弓起来 就是没办法了 后天因为成长起来的 骨骼啊 对吧 这些肌肉带啊 差不多在175到184之间 175 181之间 181之间 也太高了 就是说这个高度很可视的 大概在2米左右的范围呀 一趴去都可以打 2米多一点点出去了 就是小后把 再长一点 因为咱们球台长是2米8嘛 如果算斜向的话 我感觉应该突破到3米左右 差不多 这斜向最长 也价格也能够得到 是 那正常比如说 在距离上 就是这样一个身材的一个优势 但有一些个子不高的球员 他独到的优势是在于哪 就是他不用爬 他往那一攻一战就行了 是 球员里边比较典型的 像李赫文就是 李赫文应该是1米7米到 我印象里是 他开球或者爬打球 他不用太爬 他稍微一下身就可以去 撞到哪了 女子球员 你像刘莎莎 对吧 他个子也不高 潘小婷 应该1米6都没有到 对吧 这些都是他们 就是小个子 有小个子的优势 他不用太爬 他腰不吃力的状况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你高个子爬下去 你腰 比如说腰肌附近的 用力状况 肯定要比个子矮用的 更大 是 这根就 哎 还在走 很感觉这个力 就是已经是 不太受控了 嗯 实在不行 就只能勉强轻吹了 顶到14也没办法 主要是推进 花色就好 主要是看好 15号就右边 底带 火锅下 过来直接开 本腔的左赛 看来是不够 那等于是通过这一杆 一打一开 将最难的15号就解开了 像上面的11 14 13 都可以一窥一碰 一点一推啊 就可以完成 然后 主要复杂的地方还是在于10啊 感觉10号好像是单独出来的 其实它附近的这三和五很碍事的 先打11 然后14右边中带 白球看角度 是不是有点直 或者有一点点可以吃上边中带上方的角度呢 如果有的话就可以推移库直接叫13左上方底带 但是从防龙这个肢体语言上来看有点不太满意 白球走的车多了一点 不知道这边画面上有没有一个正对14的角度 我们看一下 直接不打了 这个有点 但是 难道就角度这么差吗 嗯 但我觉得这个球就算是直 那也应该要打14 打10号从下面 障碍球太多了 你要打很薄 碰到哪一颗 你白球上不去 13 14都很难打 我觉得还是盼盘上出了点问题 可是咱们现在看的这个角度 跟选手们真正打的这个角度 还是有一些出路 过来点 这干球不算很好啊 但是还可以继续进攻 击二球能过度 过来看了一些位置 就做防守了 很薄 然后放到6号里边 轻轻的打 14漏了 这干打完红3 5号应该是把上方13的左上角底带给打了 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失误 长乐不对啊 长乐现在有点着急了 这几干球就能看得出来了 打球已经是有点 不是说特别投入了 脑子里有残念 转过来看防龙 防龙这个时候绝对是特别不着急 你着急 我稳一点 你再15 拿下又一分 就这个时候 就往往一下子 就容易把喷叉拉开了 我觉得 勾 哇 勾下了 但是也不能再进攻了 必须要防守 上两个球 尝试着打10号球 上方包边白球 往红3和5号正上方去放 逼着对方去打整堆的这个5号跟6号 用那三颗球挡住下面两颗 放到这儿 只能说还行吧 因为对方很好解气 也很好直接从上方往下解映 现在留在这个角度 还是有些小啊 有机会顶啊 强行的发力去蹬 那就怕这巴达力准度啊 他俩应该还行吧 这准度还可以嘛 但是长乐的明显是 长乐明显这一盘球就打得有一点点着急了 就一下子特别超级 心里有波动 并且这个超级是处于就是在一个边缘地带 一旦你控制不住 在后面的话有可能就卸了红的堤坝一样 一发不可收拾了 说稍微不太夸张的话 有可能就这个分数就到这样了 最多再赢一分 7比2 7比1 这肝没叫到好的位置 因为它出肝出一点往前优大壁了 肝头上扬 导致于说肝汉本来苗的比例要低半个比头 但是现在变成了高 那今天这种长台啊 准 喜欢发力弹起来 第五局 方龙人是4比1 领先常乐 方龙是来自山东 今年27岁 常乐来自湖南 今年22岁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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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9 6 1 3 1 2 2 2 3 看五号球 推的稍稍薄了一点 一分落后 而且对手持续给自己压力 现在长乐有一些时长 这个球其实并不算太难 对于它来讲 这杆球只要是顺利的 叫到了一个7号 提前把它打掉 单色的话想清台 后面还是比较简单的 尤其是六号球很好可以前接 黑八的左边中带这样的位置 天然的一座桥 看这个光衣 打进位置还可以 那么关键一竿了 要不然你就向这个7号的右边 13号那位置去顶 看这个角度有点薄 就不太好去走这个位置 从两球之前穿过 对只能勉强叫底带了 本一肯定是想尽量叫直 或者是一点点像左的角 对 但是这番力量有点大 不好控制这球 多了一条 中立推再顶开13好球 这球还是准的 嗯 有强大的准度支持情况下 就是打起球来就很放心 并且防龙在TV台目前这五盘的表现还是说不错的 关键条 你不知道以前没有上过TV台的经验 但这场比赛TV台 准确来说是正常发挥的 不敢说它发挥的有多好 是 就是说它基本球都会打进 这个就属于不错的 也是三年即升 对一年即升 防龙是第三次参赛 长乐是第一点 很干扎啊 走两裤叫中带 感觉防龙比长乐的这个状态更专注 更投入一点 而且它很放松 嗯 没有说场上的这个TV台压力压得太多 对 不太会打 它的心思全在球局上 好 现在是防龙5比1领先长乐 5比3 5比1 它是我的眼 带我看球房的一切 手机实时查账 开采状态 一目了然 明晰清单 想查就查 可一操作 即使推送 手机管球房 就选优管家 淘宝搜索 优责记费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能不能够抓住机会 6局过后已经是5比1了 这个比赛是有可能 第一阶段休息还没有进行 就结束了 咱们现在是9局一个休息 对 但是通过前6局的比赛 当然我觉得以常乐的能力 这个比分确实有一些 比分差有点多 对有点多 5比3啊对吧 这种还可以 不太应该是 这样的比分 或者6局球打这么4比2啊 5比3这种 对 尤其是在第4盘的时候 初期的着急 就是常乐打的这个球 明显是不太稳重 内心波动还是比较大 没错 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对自己发挥不满意 不满意也没办法 场上比赛你要调整 调节自己的心态 觉得有一些简单就失误 丢人呐丢脸了那么多好 保养看着我啊 都会有这样的负情 坏情绪在 首先肯定是不满意啊 自己发挥的 但这不满意也没办法 你要调整 看看是不是很准 左上方 底带 借力中带 好球 黑巴 真敢打啊 这个球 后面还是要去齐田处理啊 看这15号是不是可以低竿拉一扣先叫9 然后打9直接K8 毕竟带口是12号 从上往下K 所以打9下低竿K8 K好的话 K8都能将12号K进 然后刚好K8也停带口了 反赛低竿 看看力量够不够 好可以 稍稍显大 但这一杆球还可以下低竿比较低去挂 B1K 打12这个球 要不然较反中 要不然下点旋转 下低竿去挂 稳稳翻进 常乐也是抓住机会 翻回一分 现在是2比5 上下盘 这杆中带啊 打得真是果敢 也是在这个强短局 现在已经 这一分如果再丢 对手在赛点 你都没有机会再去拼了 逼到悬崖边上了 背水一战能不能够打好一点 有些时候就压力释放掉了 有可能会发挥的 对 但是千万不要说着急出错 这一局是自己来冲球 看能不能够运气好 好有求近带 完成榨青 第八级 长落开拳 这榨球也是不太配合呀 是 不让你义苦作气趁热打铁 单侧位置还可以 花色呢 左上角15号是背红山所挡 看看怎么来选 明白 什么天啊 一期 vent 煮到底 露 这 他 溜 露 海 烦 把里带一下漆 算是把这7号球问题解决了 那么还要披竿 这种长台的准度 4可能是左边没有吧 这二号球应该是给挡的 或者是二号球单下 中带了 很准的一个准度 然后下低竿 好球真准啊 真地强 能力真的强 高竿啊 回来顶时 把黑白带口罩出来 然后再用底带 中带这个六号球来处理 再把这个局面 8号球周围的情况再简化一下 这样的话你后面走位 也会说比较好走 现在剩下就是说 你看你用上方哪个球来走 基本大概情况都是用 7 完了三较位啊 但是现在呢 这个球是不是有点走小了 红三有下吗 红三如果没下的话 只能打7 弹空起来可以收 正常高竿推不用下赛 还是带了一些刹车的感觉 带了一些低竿刹车 而且有一点点的右赛 其实没必要 正常中高竿推 推完之后自然有向上角的 这感觉没有避过十一 等一应该是避过十一的 那十一号就处理 然后用13 白就往下 调14 现在只能改变计划 再走 可以接受 低竿横台叫14 还是高竿推下来 它当时角度 高竿推了 角度有些大 凤隙中间12号 多了 10号有下吗 有 这个位置有点微妙 应该是僵僵够 在中间有角度点上去 轻推 或者低竿轻点 用最简单的方式 比赛有意思了 常乐联班2分 5分35 高手对决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是你一招 没有处理好 后面这一盘就输掉了 常乐在刚才 在1比5落后 搬回那一分的时候 这个心里的这个 这口气啊 给吐出去了 一口怨气啊 别在心里很长时间 一下 自己反而放松了 投入了 再拿一分 防龙主要还是 右边中带6号 叫上方那两颗球的时候 没叫好 如果说叫近叫直的话 这番球可能就拿下了 看防龙的冲球局 第九局 防龙开球 直接大力炸了 明显比前面它的技术从球上的力量加大了很多 但这端出奇的运气好啊 有球下 而且花球位置还是不错的 虽然左边中带被挡 但是它这个力量还算是比较开放 找机会 在下面打十四向上呢 是有机会把荒衣这个位置中带解决掉的 甚至于说最差呢 也是可以叫到上方直接往左下角抵戴去进攻 十二够直吗 有角度还是够直 没问题 那这干十其实 哎呀 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太想太多 就是你从上往下顶方一阶位置是容易出错的 最好还是要不然就叫位 要不然就叫下边的球 还是K 看看怎么样 有过渡球吗 中带可以打 十五 嗯 还好 但这干球其实从上往下顶方 是很大风险的 有风险的 对方荒衣刚好在中带附近 你是容易出问题的 或者像刚才如果说你中带力量没控制好 嗯 好像没说没有打击 中带力量没控制好 嗯 黄一K到屏幕下方来了 你底下那两个组合球的带口没有了 对啊 就是从上往下不如从下往上打十四向上去 可以 就像一个安全打法 嗯 防龙这边也是被追两分之后也明显是有点形态上的变化波动啊 要不然以他准度这个中带是不算太难 之前建立的比分优势也是在长乐 这个失误之后防龙抓住机会 而防龙也是有失误的 而长乐没抓住机会 那刚才此消比长之后 防龙两干失误球之后 长乐半分半了两分 现在这干又失误了 看是帮劲还是稍稍接点力 还是帮劲啊 挡得非常准 露了一个左上方失误应该啊 这根球做防守很关键了 白球尽量的靠上方的顶裤啊 留一个很难的位置 因为你要做苏东克 基本上这球已经是不太好做了 就是空白球了 尽量放远 对 增加你的进攻难度 对方右边7 左边1 想一下子 这种大角度用数号来防两个球 是防不住的基本上 不是说对手肯定能打进 而是说对手有选择很多 对 也不太好 应该是有的打了 这球如果有的打的话 13后面这个球也有的打 这个按球啊 严重失误 角度合适推就行了 角度大再推 特异库起来 准备赛点了 这个球打的 双方反正都有失误啊 6比3率先拿到赛点 官方暂停5分钟 我们一会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自英国百年手工制钢工艺 碳纤维纤角 11.5毫米特制钢头 比九球杆更具准度 比斯诺克杆更易方便 他帮我多得三次中式球杆世界 博次干 中式球杆 中式球杆开创者 博次干 中式球杆开创者 博次干官方服务热线 400 6000 147 可以接近了吗 半年结束 比赛继续 第十局 常乐开球 刘一他 三年 一的 最后终一些 二物 四周 三 四周 三 我们看暂停调整之后 常乐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啊 我觉得常乐这个技术能力还是可以的 是 看中短局落后两三局倒也是也正常 希望能有一些好的表现 毕竟上一次TV台也不太容易 然后能在这个 咱们来航楼这边也 头一回打分枕赛 对 留下一个好的视频记录 先把输赢放一边 关键像咱们常说的 把球打出来 对手强 我强 没关系 输掉也没事 但是我的球有一些 就像憋住了一样 闷住了 没打出来 很难受 稍稍有点过头啊 并没有控制一些干法 再来 会不会打进行交易 是这样想的 但是没劲 6 挡住了吗 又下降 这就危险了 如果9号没挡的话 这盘有可能要清台 对手来 看两扩 好球啊 黄龙的手感 目前肯定是要好于常乐的 是 推弹起来 刻意留了一个角度 对 这一杆球就是关键球的 你是要顶6 要顶得多厚 关键一杆 或者是你要顶9顶得正 顶9叫11 好球 非常好 好球啊 对分离角的判断 力量的控制 黄龙如果这么发下去 我感觉这战打32个正常 就是如果都能这样打下去的话 这种情况下 因为是有抗压情况 是 比如说你碰到了前16的 和前17到32的人 是不是也能打出这种球 对 有些时候是有变化的 比如平时你对一些不太级别高的人 失恋的 但是你碰到排名前32人 忽然之间就不会了 也正常 因为他给你的压力是更强的 没错 你是反而是弱势的 那么恭喜黄龙 获得比赛胜利 下一场比赛是下午的两点半 我们稍事再见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